神州武林 作为国民汽车的代言人 秋名山神车武林到底有多强 回顾2020年 满屏都是高光时刻 不仅车速快 三天造出口罩生产线 日产百万 且只赠不卖 五天造出摆摊神器 积极为拉动经济 发光发热 而且车技好 先是推出两万出头的电动代步车 打潮流王炸牌 把一款车买成了网红爆款 紧接着拿出武林侃杰 再多销售桂冠 还敢弯道超车 变身美食博主 狂推罗斯坟 年度代货王 必须要有武林的姓名 更令中国神车威名远扬 作为中国向海外 输出知识产权的汽车企业 为了不再受制于进口国外芯片 武林果断决定 全面推进整车芯片国产化 勇于打破国外技术壁垒 从人民需要什么 武林就造什么 到万物接口武林 这个品牌真的太拼了 怪不得能做到年销突破160万大关 让人民武林拿下年度MVP 深藏公与民 2021年 武林将继续创造神话 刚开年就有大作 不仅联合上海造壁 以精湛的铸造工艺 打造武林牛年留金纪念章 更首创青春型皮卡 眼瞅着要把神车基因经验继承 不愧是武林一出手 直接横着走 受伤创造型国产品的报道 为了您的声明 尽 celebrated